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童星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王顯傑 王老師帶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他 謝謝 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這節課是要討論一下 什麼要做國 什麼要做家 其實算起來是很簡單 美國這間蘭德公司 對大家來說可能都沒什麼法 不過這間蘭德公司在六十多年前 它就預測 說一旦美國參與朝鮮的戰爭 錢一定會出兵朝鮮 獎出設立蘭德公司 世界第一智庫的地位 所以這間蘭德公司是美國 這間很出名的預測公司 它預測說 錢在十年後 會變成全世界上山的國家 這間蘭德公司 在2010年的時候 預測大概差不多六千年 這是蘭德公司預測的 它根據這七點的預測 第一點 他說既然人沒有了解他們自己 作為社會的個體 應該對國家和社會 所乘的結論和義務 所以我們要了解 所有的人都有結論和義務 第二點他說既然人是世界上 糾索沒有信用的國家 這一個沒有信用的國家 是很恐怕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好人怕的 第三點他說既然人所說的政治 在了欺騙和背叛 沒有其他的東西 第四點他說 他說大多數錢人將來 不要學到什麼是 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第五點他說 錢人家 他的價格觀建立在 思慾的當中 他們很祝福 第六點他說錢人家的生活 思想還停留在 動物的慾望上頭 只有對食物的貪婪 可憐的慾望上面 第七點說 失敗的錢人家 教育 很像世界的笑餅 這是蘭德公司的報告 西亞蕾也一樣 他也意圖 他意圖中 在二十年後 會變成雄散的國家 這 他也是在二千空 十一年的孫義勢 所以 把全合起來 朝在一二十年裡面 中國的很像 全世界上山的國家 他第一點他說 對 新清移民的情況來看 從哪 九十八的官員的加速 到八十八的好驅人 都已經新清移民了 是有移民的意願 這很奇怪 哪有一個國家 所有的官員 都在新清移民 好幾乎的人 都想要刷出去 第二點他說 其他人不瞭解他們 對社會應該有的 結論和義務 這 這四點 跟蘭德公司 所有切的一樣 這就是蘭德公司的地方 蘭德公司 蘭德公司 在二千空十一年的孫 吃四千 兩百五十一包的泡麵 你知道這個素量嗎 後面是百個零 你看看這六個吃 只吃泡麵 蘭德公司 蘭德公司 是不信用 這是一樣 第四點 自然政府 在那兒起片 跟背叛音聲 沒有其他 他們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做尊重 他沒有那麼多人 在全世界 其他國家的尊重和信念 因為他們都在起片 這天 台東頂 一年 生產 八十一箱 沒有了 這也是我們台灣人 去教他們 做的 想像一年 這個頂 生產 八十一箱 第五點 台東頂的人 將來不要學到什麼 做的體驗和尊重 這四點 都一樣的技巧 第六點 最可怕 肆無忌憚的 對環境的破壞 和資源的掠奪 幾盡瘋狂 其他人 你想 所有的東西都磨得要乾 煤炭磨得要乾 醬油 抽到要乾 所有的動物吃到要乾 連手就磨得要乾 這樣奢靡浪費的生活方式 需要幾個地球才能攻擊 怎麼不讓他國擔憂 這就是希拉蕊預測 今天人 生產 這年 全世界六十趴 他也能全世界 他會隨年六十趴 他的靈靠這麼少人 兩聲而已 要用人六十趴 煤炭 用四十六趴 所以他很浪費 這希拉蕊也說 說這恐怖的造型 要下三條件 第一條件說 不是國家 第二條件 有無忌 第三條件說 政兵 這就是恐怖組織 就像現在的伊斯蘭國 他不是國家 有武器還真兵 賓拉登也是這樣 賓拉登他不是國家 他有武器還真兵 台灣 台灣 這個流氓政府也是這樣 這個流氓政府 他也不是國家 這也是美國說的 鮑威爾在北京說的 台灣跟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 不享有主權 對不對 連在聯合國也沒有為 所以他不是國家 武器都是美國的 還在台灣正兵 所以他是這種恐怖組織 這是希拉蕊說的 根據 1933年12月26 十九個國家在烏拉圭 簽一個蒙特維多公約 這個公約上面寫得很清楚 他說 國家包含權利跟義務 國家的主權包括權利和義務 不是只有權利而已 你如果放棄權利 你還要盡義務 像你女兒就好 女兒你放棄他對他的權利 但是你要盡撫養他的義務 這個頂頭的規定 作為一個國家 要成為國際的法人 必須要符合四個條件 你們家 你的公司 你的企業也一樣 我怎麼要符合這四個條件 最簡單的就是第一個條件 要有人 你的公司不可以沒有人 你們家也不可以沒有人 一個國家也不可以沒有人 也要知道你們公司有幾個人 你不知道知道 你辦公桌要傳幾隻 你的便所要用幾間 你的工很期待要用幾台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幾個人 不能說你們公司幾個人 你不知道這樣你們公司就很奇怪 你們家幾個人你也不知道 這樣也很奇怪 非法的國家 不合法的國家就是 不知道他們國家有幾個人 人是所有的公司 或是說企業 國家最大的子散 你不可以就是說土地 公司的 影業場所 那不是最大的子散 很多 當方人都沒有了解這個原因 他都就是說 公司工唱 他的工唱唱庭 如果越大 這間公司就越好 越有錢 不是這樣 是要看到他這間公司的人 這間公司的人 他的忠敬 你也要給你賺錢 他的完工也要給你賺錢 你像贼博士 美國他們的公司 不是他有多厲害 是他的底下有很多厲害 王雍慶 他的公司有這麼多 是因為他的公司有很多厲害 不是王雍慶慶 也不是王雍慶慶的公司大庭 是因為他會有很多厲害 第二點 就是領土 就是你的工唱的唱庭 你台宋 台宋的唱庭 這樣比較重要 不過比人比較差一點 你的公司也一定要有嚴重的地方 林鄒也一樣 你要有大的地方 不管你是住在天橋下 或是住在樓梅上 都一樣 要有大的地方 大的地方之後 你要有辦法管理你的家裡 你的國家如果沒有辦法管理 你就沒有很多國家 所以政府是在管理國家 在分配利益 什麼叫分配利益 一個政府不是只有付這收稅 如果要付這收稅的政府 那不是叫政府 那有最強盜 一個政府付這收稅之後 要公平分配 這樣叫做政府 政府 第四點 他說 你這個政府 要有辦法跟全世界所有的储兵交往 林鄒 不能 你的储兵都沒有在交往的 你去跟菜市場 都沒有在買菜 去跟7-11都沒有在買東西 這樣你要怎樣 公司也一樣 你的公司 如果沒有營業 不能跟北京公司沒有在營業 你要做什麼營業 所以你的公司 一定要跟北京公司來交往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 做一個國家 要符合這四個條件 做一個公司 也是要符合這四個條件 林鄒也是要符合這四個條件 你要問林鄒的小朋友 林鄒幾個人 大家的小朋友都算得出來 對不對 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哥哥 這些他們都算得出來 這就是家 那算不出來 就不是家 難道我猜說有個國家 林鄒幾個人不知道 不知道是12億到16億 搞不清楚 那就不是國家 那就是不合法的國家 不正常的國家 林鄒如果不知道幾個人 你就是不正常的國家 不正常的家 做一個國家 這才可以讓人怕教育喔 只有你 跟人怕教育 你要成年 成年之後 才有主教跟人定教育喔 你如果沒有成年 定的教育是不算喔 所以國家才有管理 跟人怕教育喔 定條約 國家才可以宣戰 才有戰爭的權利 賓拉登 沒有戰爭的權利喔 所以他叫做恐怖組織 就是這個原因 要戰爭進行一定要先宣戰 你猜說美國派伊拉克 他就跟伊拉克總統 某年某月開始投降 不然我什麼時候就開始打你 這就是宣戰 要戰爭這年一定要先宣戰 不宣而戰就是恐怖組織 人民可以贊成戰爭 但是不能發動戰爭 相對的喔 人民雖然可以反對戰爭 但是不能拒絕戰爭 如果人民可以發動戰爭啊 那不得了啦 明天馬上跟美國宣戰 對不對 所以人民不可以發動戰爭 這張相分前我們就知道 是怎麼說 民政府要確定的人民 第一點 做一個國家一定要知道 你們人民多少人 對不對 要知道多少人從哪裡開始 從發生分前開始 每一個國家 要知道他們那個國 有多少人一定要發生分前 對不對 要發公民證 才會知道你的公民有多少人 我怕你要增加多少大米 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說我們家兩億人 增加12億的大米來要吃 你就太多了 如果我們家17億的人 結果增加2億要吃的米 又不夠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你們家有過的人 也知道便宜要去幾間 甘理所要去幾間 學校要去幾間 托兒所 養老院要去幾間 都要為這個人口才會知道 所以這個發生分前很重要就是這樣 要發生分前要先知道你哪一國人 這個國籍的問題 這世界聯合國有規定 人民必須要自願跟意願合法三個程序 這可以成為你的國民 這可以改變國籍 你不能說他沒有這個自願 你要改變他的國籍 那是不合法的喔 他沒有這個意願 你把他改變國籍也是不合法的 他就算自願意願 但是不合法 他也不能成為你的國人 所以改變一個人國籍 一定要符合這三個條件 要自願意願合法 劉毛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像我們所有的日本人 都改變國籍 他說這個恢復為我國國籍 就是他這條命令 這條命令這個傑參1297號 行政院法令 他說原有我國國籍之台灣人民 自34年10月25日起 一律恢復為我國國籍 他在這裡說得很清楚 他是說恢復為我國國籍 他是不跟你說他是哪一國 所以這個都在法律方 他要逃避戰爭法的追溯 因為他要改變我們的國籍 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沒有經過我們的自願意願 而且合法的程序 就改變我們的國籍 變成不合法 所以以後要用戰爭法追溯 要改變我們的國籍 然後勤頭 剛過來的時候改變我們的國籍 也有發公民證 那時候有選舉 第一次選舉有發公民證 之後來 因為英國抗議 說不合法 所以他只會發這個優分證 優分證寺上面就算很清楚了 優分證上面就算是國民身分證 不是公民 公民才有選舉的權力 國民是沒有選舉的權力 要分證錢到這點 你去到美國也一樣 美國公民才可以選總統 綠卡不能選 綠卡只有居住的權力 这就是英国拿出抗议 抗议之后宣战书 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太平文建筑的时候 美国大塞 恢复国籍是不合法的就是在这里 英国的大塞冠 根据难民地位的公约 这在联合国顶的公约 他说什么有这个难民 联合国顶的难民怀里的規定很清楚 一个国家的国民离开自己的国土 不管什么原因回不去了都叫做难民 难民的联合国规定要减少难民的情况 不能让他无限制的扩升 所以他规定中华民国这些难民 要赶快回去中国 这就是难民法来在规定的 在欧洲人权公约里面 在1953年9月3日也正式生效 这个他上头规定什么国籍 禁止任意去除任何人的国籍 你不能说这个人的国籍任意把它改变 这就是不合法的 而且任何人可以自由的进入他的国家 就是进入他的国籍国当中 这就是欧洲的人权公约 所以其他人对这个公约 没什么要修 对全世界没要修公约 所以全世界不敢 跟尊敬不能信任他的原因在这里 其他人他们说 国土 什么这个国土 他们国家要做国家 只要有土地有人有租款 就可以做国家 他们以前说这个国家是诸侯的各地 所有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 国家才属诸侯 所以 现在他们的国家 要做国家要先建政 他们的观念就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问题就出在的 天下 天下通通是你的王土的话 天下为公是什么人要跟你说 你家人要跟人说 不可能的事情 全世界没多少国家 他说他要跟人说 也没有人要跟中国同 因为中国自古早 就都做强国奴了 他们做努力已经做几千年了 所以很多人他们很惯慎 全世界都了解 没有人要跟他同样做努力了 但是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做努力 他们没有感到疼 他们已经惯慎了 我们去到大小 不能怎么变作努力 所以 很多人 咄咄逼人 欧洲人非常担心 他说世界是大家的 哪有一个世界是大家的 每一国 每一国不一样的文化 谁要跟你讲 所以天下围攻世界大同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人家的 以前的国土 以前的国土 又在利益 他 Все 要再 olan 長江紅河 長江起在這 你說這都你的土地 這就像說我們水園外面那個圍牆 圍牆就明明起在那裡 你說外面那個土地是你的土地 這種道理這樣簡單嗎 你們家的圍牆在那裡 你說外面這都你的土地 那不很奇怪 還有幾千年前 全世界所有的領袖如果去參觀中國的時候 就去帶他去參觀圍牆 我的圍牆幾千年前我的祖先就蓋了 蓋了 蓋了幾百歲 不久外面這都我的土地 這樣說的不通 你們家的圍牆蓋到白人的土地上面 不可能 對嗎 你看他們這 歐巴馬去到中國了 也去參觀圍牆 再給他介紹說 這圍牆外面也是中國的土地 歐巴馬開始笑了 這就像我們家裡裡巴在那裡 怎麼說外面是我的土地 這怎麼說就不通你知道嗎 全世界所有的領袖去參觀圍牆 都覺得愛笑就是這個原因 奇怪 為什麼到這裡外面都你們的土地 這怎麼解釋得不通你知道嗎 這就古早清國 台青帝國的土地 這紅的地方 唯紅的地方 這都跟全世界 有求婚的地方 這些都說他們的土地 紅色的都說他們的土地 結果 都跟隔壁國有求婚 這好像說 你們家就好了 你們家一天都跟隔壁 在這裡穿什麼 這樣你是要怎麼跟人家穿我 所以喔 冷土一定要確定 要確定說你的房子在哪裡 不可以說 紅黑白為的 為為的 一天都跟隔壁相過 長久以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直說 台灣是資料的一部分 要求加拿大 要想念台灣是中國的 都領土 什麼有這領土 領土 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加拿大 提出五點理由來反駁 第一點他說 台灣都不是我加拿大的 所以我加拿大 沒有管理生臨 台灣的土地是誰的 如果加拿大 如果加拿大 所有的 北極的那些小島 跟中國有正義 這樣我加拿大 不只要有那 管理上的生臨 他是誰的 對不對 這是對老馬法以來 有管的 所有管的法理用 國際法 當然也這樣 第二點他說 我加拿大 沒有管理上的生臨 沒有任何的國際法理 給加拿大 有管理生臨 那是說有義母生臨 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台灣的主管的貴室 就是說 台灣國我就沒有關係 我哪有管理人生臨 所以 你要求加拿大 做這種生臨 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點他說 就算我生臨也不好 怎麼說 因為我加拿大 加拿大如果生臨台灣 是真的一部分 是這種沒有任何的法律效果 因為我加拿大的國民 非基 族 如果要去台灣 也是拿你北京的 所簽的簽證 也是不好 一樣 也要拿台灣當局 申請的政権才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他這裡跟你說得很清楚 他不是說中華民國 是說台灣當局 他也不是說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 他都不是這樣說 他說台灣當局 第四點他說 根據條約必須履行的原則 所以 我們知道 所有的條約都要履行 你跟人打的客戶 一定要履行 如果沒有履行就履行 所以條約一定要履行 他說 我加拿大 如果是在國際條約上面 升任台灣是真的一部分 這樣我才會把台灣打來給你中國 我的出兵 因為我跟你謙虧說 台灣是你的 所以我變得把台灣拿來給你 所以 真的是很荒謬的事情 第五點他說 他海南島為你的 海南島是你中國的 你不一天說海南島是你的 電島 台灣不是你的 你所以一天說你的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道理 海南島不是你的 就算海 他說這台灣是你的 你也是要去找你 有正義的國家 去高雄才對 你找我加拿大 哪有好 他這裡就說 台灣不是我加拿大 實際上 台灣什麼人 你要去找董事國 什麼是董事國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現在 美國 你要找美國去討 好 這錢仔人 他說到 有嘴 沒有好運 就是這樣 總處 中國不敢再說 叫加拿大 要生臨台灣事業 第三點 這五號的政府 什麼要做五號的政府 比如說 我們目前 我們目前 台灣民政府 這個民政府 是因為什麼要不好 因為我們沒辦法 證到稅金 我們有一天 我們開始證到稅金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公平分配 這些稅金的時候 我們就是五號的政府 這樣了解 一個政府 要有立法的機關 有行政的機關 司法的機關 最重要的要有 軍事機關 這些機關 都給這些行政機關 政府是 稅收的主體 要實現這個 資源跟福利的 合理利用 我們一個國家 有很多資源 有很多福利 要公平分配 你如果是一個國家 不公平分配 合理 就會造成動亂 就變不合法的國家 譬如說 現在的錢 有沒有 他們所有的錢 都在那 大冬的手套 都在那大好好的人的手套 這就是不公平 在台灣也一樣 台灣 一般人 他都會領到18% 都會領到 本家的 這些就是不公平 所以這個政府就不合法 這個合法的政府 一定要公平分配 公平分配 才會稅收 從那些比較不賺錢的 身體有殘障的 他要把它補貼 這樣比較有利 這個社會比較安定 第四點 他說 要有辦法跟他國交往的能力 對吧 這就是做一個國家 必須要有的 要在哪裡交往 世界的國家 都在聯合國 在交往 你如果沒有在聯合國 在交往的國家 就不是國家 所以很簡單 所以 但隨便 一直說 要去聯合國 沒有 聯合國 潘志文要參與 也沒有參與 聯配就不用看 只要說 因為你不是國家 聯合國 很清楚 聯合國 就是國家 這才會當立場 很多人最好騙 就在這裡 這首歌很好聽 這首歌好多賤做 講到龍的傳人 對吧 我們大家到底來唱一下 來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去龍腳底下我成長 上城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鏡黑頭花黃皮虎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這我們台灣人唱的龍的傳人 國腳好聽 其實這是在騙的 怎麼說 古早時代 你如果說你是龍的傳人 皇帝先跟你抓去台 他們怎麼說 只有我皇帝的皇子皇孫 才可以說龍子龍孫 你們其他人都不可以當龍 只能當什麼 恥無好途靈 爪子龍 把我龜到地 知道嗎 所以啊龍呢 是 皇帝怕孫才有禮 你們說你們是龍的傳人 先抬頭 如果有些人的 只有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虎 也有一些白皮虎 那些人也是 黑眼睛黑頭髮 他怎麼看龍的傳人 所以這都在騙 歌好聽 不代表是他真 你不能叫我騙 他都跟你說你龍的傳人 我拿劍給你們看 是不是龍的傳人 他們在荷姆渡文化遺址 來對歐出來的遺址 都是豬的圖騰 這是漢林的遺址 那個文化遺址 漢人 考古學家在古漢人居住的地底下 挖出來的 都是豬的圖騰 他說他們是龍的傳人 這里是 死 死就是 豬肉的意思 這人都知道 這 去日本就知道說 海豬 海豬肉就是這隻豬 這里有這豬 這里有這豬 子女的文化 從文理上面 可以看出來他的文化 他的房子 有沒有 都豬 你說你是龍的傳人 是不是 他怎麼解釋這個家你知道嗎 你字典給他翻出來一看 他說 親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就是家 你跟我說你是龍的傳人 明明是豬的傳人 對不對 寫得很清楚 沒有什麼好人變的 他們這些農民 過來到台灣的時候 都去那個 眷村給他們住好不好 說這個農民之家 眷村 你們知道什麼有這個眷嗎 眷就是租住的地方叫做眷 到底沒有說牛 牛眷 雞眷 鴨眷 還是羊眷 沒有 只有豬才叫做豬眷 所以他們叫眷村 有沒有搞錯 很正常 為什麼叫眷村 只有豬眷 豬眷就等於家眷 所以文化很簡單 你有時候讓他們 整個十年起來 你都沒有了解 你只是說 不正常 像這個里 看起來很正常 台灣 有八百百十六的眷村 有十萬八千幾個眷戶 大概才有百幾萬人 這些其實都難民 要跟我們說他們都農民 那就跟龍的傳人一樣 歷史是要幹什麼用的 歷史就是要建往開來 你如果沒辦法建往開來 不用寫歷史 要建查以往 才能開創未來 你的歷史如果是假的 你這個國家特地要不想 怎麼說 因為你沒有辦法開創未來 所以錢人都在說假歷史 就是這樣 他沒辦法有一個國家的原因 他都說假歷史 這全世界都知道錢人 是不誠實的民族 對不對 走到哪裡都知道錢人 不乾淨 不誠實 不守實 這就是金雄 這就是金雄 他們跟我們說好 他們國民黨軍 羅神雄 有不 實際雄他們是這樣 這是他們第二次世界 第一次的兵 第二次的盤子都這樣 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文化就是假的文化 歷史都這麼假的歷史 李小龍他演的精武門 是這個像 說一個詞歌 是他像 日本的兵子 一個聽到拍影幾百個 他也跟我們講 只要有恒心 鐵除可以磨成繡花針 對不對 你懂嗎 特對不可能 你如果學家機械的人 鐵不可能磨成針 只有鋼才能磨成針 刀也一樣 只有刀要打成鋼刀 鐵刀沒有用 針一定要用鋼去磨 這樣當磨成針 他們又說好難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 現在鋼刀也在打 哪有那個好鐵跟壞鐵 對不對 鐵就是鐵 沒有分成什麼好鐵爛鐵的 鐵就是鐵 鐵就是鐵 鐵爛他們的研 以前也是鐵爛鐵的 古早時代連寶刀寶劍都鐵爛 所以他們的寶刀寶劍沒有幾幾 只有風鐵在抓得多 一些大段在抓 所以每一次建政都會輸 因為他們沒有寶刀 再也要放冲天泡 他们烧火 所以他们的名字是吉娜 火的名字形容就是 SENAMIC SENAMIC就是吉娜 这是日本兵 日本兵那时候在台湾中兵的时候 要这样算 要这样 算出来都是精英你知道吗 所以建筑 吉娜兵根本撞不住 吉娜兵只在走而已 这是台湾兵 台湾中兵的时候 那时候要在4000个而已 结果有20万人去应征 因为那时候做兵台湾很好 所有的兵大家都爱做 结果20万人去应征 才落出4000个而已 这是第一次造兵的时候 40万人才落出1000个而已 他都跟我们说 我们去做日本兵都被逼的 这就是日本兵 日本兵最大的敌势 日本台湾军 国杀军 拿来的这支兵 是我们国杀族的兵 日本兵是没有这个配比 只有我们国杀军 有这支兵 这支兵 我们台湾冷军 比中国人更厉害 我们的钢刀比中国人更厉害 所以很多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也是都在打手 国杀造的兵 他们在这 这支兵有没有 国杀造的兵才有 我们的高杀族才有这支兵 日本的政权 因为政规争军 没有这支兵 他们是都配武士兵 这是我们国杀军 那时候我们国杀军是最用的 比日本兵还要用 在赛班岛之一 有将军4万的日本兵 纯只有1千个投行而已 其他那3万9千个都见识 1934年的时候 中间就在新生活运动的时候说 日本人 他们虽然嘴的没说 利益廉耻 不只无论这千大 走路一切行动 他们的精神都合乎 利益廉耻 如果很多人的 一天都说利益廉耻 不只他们都没有利益廉耻 就是这个原因 在第二次 既然结束了 英国的建议说 我们经常号召士兵要战斗到 最后一枪一弹 只有日本人真正的做到 我们当时台湾人就是日本兵 最后一枪一弹在这里 这钱哪最后偏的在这里 他告诉我们 美军 这个日本给我们讨厌 说这八年抗战 是最上的 是美利益来给我们讨厌的 有没有 美承车的时候就是美利益 和美利益 这是美国的火两枝来给我们台湾 讨厌 所以我们台湾是跟美国战争的 他给你告诉我们八年抗战 替楼 给你说流明船建的 流明船建的没到帮车 连帮车就建不成 结果日本人来的时候 还要硬抗掉 一个同学 听着我没闪 去问铁牢叫的原港 铁牢不是 日本人去的 铁牢叫的原港 欲管他人 你说 陋枪 流氓政府没可能起铁牢 他说 你去查看看 看资料全世界有多个国家 剃路是向靠左边走的 这样就知道 知道什么人去的 这给我们骗说 以前我们很小红叶哨棒队有吗 他们多客户耐楼的 他们棒球棒都用创业去创 在练习的时候要用创业练去讲 其实在日本时代 我们的卡隆有吗 卡隆的棒球队就是穿这样 多先进的 那时候这次电影你应该 最后才做而已 卡隆 所以 给你骗说他们都为红叶哨棒队 给你骗 这个 横贯公路 东西横贯公路有吗 他告诉你这是农民老苦工高企 你看看 这是日本时代 女孩子去那毕业旅行 去不胜叶 横贯公路 其实 国民党来的时候只盖牌楼 盖这个牌楼 横贯公路他说他们去的 他拓宽了 这个欧比较大空的看 牌楼去得很漂亮 骨关一路行至花莲 太入隔壳 又放隔壁 放隔壁呢 这日本时代的时候 这两条YS又贴的 有吗 跟你说这应该去的 这两条YS很出名 这两条YS 中美合作 这就是那时候美元的时候 为美国债米粉过来 援助台湾 是怎么要援助台湾 因为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 占领区的人民 若是肚子腰 美国要付这债米粉来给你吃 像现在的普通里哥 普通里哥的人不在探价 他如果肚子腰就把美国打 你要债胖来哦 不然我肚子腰了哦 我如果没有美金党开的时候 要债美金来我开哦 这就是现在的普通里哥的生活 所以普通里哥的人 拼拌虚了 连拌虚就拼拌 因为我有胖肚子 有美金党开 我怎么就对了 我们台湾也同样 我们如果肚子腰的时候 就把美国套 你要债米粉来哦 你要债美金来哦 知道吗 他们当初也有债来 当初债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 发挥刻苦 泛滥的精神 从米粉底做做来口 做来口的时候 拌公营你知道吗 净重二十二公斤 有够伟大 这个净重二十二公斤有够赚的 这哦 原来经典 现在哦 你去看 在神殿的派桥 派桥 桥头 这个还在哦 他跟你说民国二十五年八月进攻 实质上是交合十二年起后的 交合十二年起后的时候是民国二十六年哦 他还有法度提早一年完工 民国二十六年 你以为王政府还在那里 他还没看到呢 他有法度去派桥 钓球 真的有厉害哦 这条歌我没听了 十八五年了 十八五年了 十八五年了一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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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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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唱片子还在这 那时候日本时代有办法做唱片 你看 华为代就好 其实那时候的翻 什么叫做翻 全世界不是中国人的都叫做翻 比他更先进的都叫做翻 所以我们不用就是说我们翻在华为 做翻真好 做翻真先进 其他人叫外国的翻 还有色的跟亲 色翻跟亲翻 所以这很奇怪 这就是其他人 其他 台青帝国是很散的你知道吗 其他人几千年前就都在做楼梯 做楼梯做得很惨事 他骗说他们都这样来 来台湾说 强度关山 过海峡 其实这都会骗我们 他们真的出国都会这样 他们没钱都买准票 要把自己抹掉才有钱都买准票 钱去南米做楼梯 去南苗做楼梯 也有一点来台湾做楼梯 这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你如果研究起来 每一个孝都是笑话 孝感动天 让大象跟小鸟都在帮他 这是笑话 咬你的手指 咬你的枕头就会疼到你老母的心肝 这母子连心 这都笑话 不要太相信 这些都是笑话 要把你教这个目标是要做什么 永远叫你当奴隶 他现在还演变成三十六孝 让你们笑得更多一点 这三十六孝 中国人落后见证 结果都见书 什么原因 这三十六孝都在骗人 每一家都在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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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家都骗 什么空城祭 连环祭 苦肉祭 走为上策都是骗 所以这些人很厉害 他说这最厉害的 孙子兵法 这以前 要去做努力 要经过仲介 你知道吗 不是说你想出去做努力就可以 要仲介 像现在的仲介 有仲介泰劳来台湾 印尼来台湾 同样 菲律宾的女佣来台湾 都会仲介 仲介 安家费 给他八户 预付两户的零用金 介绍人 有的时候第三户至四户 这可以开庭 这样这可以去外国做 鼓励 以前都跟我们说 去南眸做生理 其实是去做鼓励 鼓励和生理是差很多 你看 他要怎么 你是要并肩叠心而做 晚上 要 到底 够睡 要在海上漂流 两个 才有跟美国 去做鼓励 当时有四代纯 在2523个 才能鼓励去美国 在途中 死1620个 死亡率高达64% 所以他们一句话怎么说 他们说 六四三楼一块头 这就是在说这个 不是在说来台湾 他是在说去美国 去南美 六四三楼一块头 这是化工时 化工叫做什么 化工叫做豬 豬 豬 因为很多人都豬 所以他们有这个豬 冠冠 这个豬 这个豬 优质的熟生 化工叫做劣等的民族 比他们更加急 哪有可能 那时候 我们这个化工 大家多先进 那时候 让我们人 世帆家人来的时候 我们的化工 大家都应允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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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 不知道他们这个 他们做饭 这个 去到南美洲 去到美国 去做饭的时候 是要代替黑楼 人黑楼 一个是买一千块 你知道吗 结果咧 这些千块楼 只买四百而已 买两个 还可以找两百 你看楼没有隔壁 人还要给你称君称女 告诉你 你的骨头有丁 肉有健康 所以很多人 很无忌忌 很低 所以他们一个家人 就问你吃饭 很多人 一个家人都吃饭 这就是最原因 因为他们是低 只烦恼吃而已 猪的传人 如果要混一口饭吃很简单 对不对 他们都为了混一口饭吃嘛 我只要有饭汤吃就好了 有一碎饭汤吃就好了 其实如果要吃一碎饭 都来我们家吃 我们家很多碎饭的 我们家也缺很多肉 所以他们都说白菜就是 没有人只为了一碎饭 只为了一碎饭 你就不用做人 做鸡就好了 这个中国人 饲鸡很厉害 他们现在目前 有吃四亿七千几万的鸡 渐全球 鸡的素量的一碎 所以他们很厉害鸡的 这个农民 很爱他的鸡 在他的鸡上面 竹鸡 竹鸡 竹得很漂亮 竹得更漂亮 它就是鸡 不可能会变作鸡 这点我们要知道 很多人像吃 有没有 有没有吃到脏水 没有没有吃到鸡 有胎吃到楼腿 没有胎吃到鸡 这是很多人 很厉害 所以很多人 没有什么动物来玩 现在像那两个 睡不白的胸 黑眼圈的那两个 很多人厉害在这里 他跟你骗说 满汉全席 其实满汉全席 是这个人做出来的你知道 这个人是香港的李德什 这个人是相声的演员 好 很厉害说的 他 創作一套 布菜名的相声 布菜名 布完了 说这有这个满汉全席 到现在我们也就是说真的有满汉全席 慈禧太后 他都说有这个圣母 这个李连英 他叫圣母 什么有这个圣母 圣母就是有这个祖母 他都叫他祖母 对不对 祖母 他把你刷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他这个麻祖 他跟你骗说 麻祖是从中国来的 其实呢 慈禧他就说过了 清不是中国 辩子不能去 辩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王 保大清不保中华 让中华之务力 劫与国之欢心 雍正也说 正与外国之君主 中国之事 乾隆更直接说 正乃敌仪之邦的君主 非中国之人 所以 奉帝都很清楚 这个作家德龄 在他的《清宫两年纪》里面也说 他的老婆说 他不是中国人 吴骨骑是中国人的主人 所以 万千是中国人的主人 所以 真人是 露露 好不好 这就是麻祖 他说麻祖 三个二三的小麻祖 有没有 你们敢看清楚 你们的眼睛敢看清楚 这是麻祖还是祖母 他明明都跟你说他是祖母 你们队敢说他是麻祖 麻祖跟祖母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祖母跟我们麻祖是完全不一样 他把你教祖母就要这样 你就要弄他的轎 这样才会欺聪 他 做顺利 做路雷 这就是麻祖 他自己说麻祖 他自己说麻祖 有清楚吗 祖母 不能拜不对 他也要求他 他也要跟你们说 你们说是叫你们去选拟 有吗 他们的法院法上有規定 跟他正常做喔 中华民国的国民 只要超过二十岁 就变成公民 哪有那些事情 不可以自动变的 公民要符合三个条件 就是自愿意愿合法 不可以说可以变成二十岁 就自动变成公民 没有那些事情 这喔 你们要看清楚喔 你们去六岁的时候 他上面也说得很清楚喔 他是睡间处 他是说你是捐的喔 甘心乐意的捐的喔 所以你阿伯要把他打开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我是捐 你甘心乐意的捐给我的喔 所以阿伯他战争法 要把他打开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我这是你乐意捐的喔 我上头也没说我中华民国喔 我不是中华民国给你捐的喔 这是新北市给你捐的喔 所以现在的税捐处 到底没有中华民国 你每一张那个油票喔 为有中华民国的 现在像那个印花税 印花税上头下 中华民国印花税 存的税都没有中华民国 因为印花税才两三亿而已 这喔 我们要征服 是怎样的牛 买 牛 豬 这都会让我们人类在用 就是你要先给它征服 你要先给它 要知道它的时性 你这可以把它塞牛 塞买 对吧 吃牛 吃豬 鸡 鸭 鸭 鸭 分召也同样 你要先了解它的时性 对吧 你这可以像鸡 像鸭 蜜蜂 同样 白鱼 同样 你要了解它的时性 蜜蜂的为你采蜜 蝉的为你吐司 人也同样 人 如果你了解它的时性 你就可以叫它来做你的蜜蜜 人也同样 就是要慕名 叫你来做蜜蜜 把你教做蜜蜜 就是儒家思想 教你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教你弟子归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永远当孙明 就是蜜蜜的意思 他不跟你说你是蜜蜜 你的身份证上头 也是蜜蜜的证明 你也不知道 你们知道 编号不是 你的身份证的背面 右上角有一个按码 你用手摸就知道 那些就是奴隶编号 你不知道 因为他也不跟你说你是蜜蜜 就像夹到 你的求医后面有蜜蜜 你的求医的号码 你是说你是犯人 同样的意思 但是你不知道 这就是讯化 要讯化 不然我们也是人讯化 你知道吗 我们地球上头的人 反世外 那是外星人跟你讯化 所以 他们这些奉蜜 龙子龙孙他套的切 跟我们套的是不一样 人家是讯化 要怎么牧民 那我们讯化 要怎么做努力 你知道吗 这个客家人 什么叫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就是奢族 奢族 奢族 这个奢族就代表 他们做好努政产 有没有 这二丁楼看的就很清楚 做努政产 客家人做努政产 自古代 时代人就有努政产 如果真的人 真的人是不努政产的 以前真的人要努 牧牛牧羊的北方民族 真正的南方民族都在政产 汉民族 所谓的汉民族 不是政产的民族 是到尾巴合到的 客家人 他们说这些三哈 这哈都是这些奢族的客家的意思 客家人都是南蛮跟叶族的混合 我们台湾也比较多 他们处合汉族 我们台湾是很逢的 漫人族里面的蛮 不是同样这个漫人的意思 这个瑶族也是客家人 都是外南那方面的 这个百岳族 哇 这些奢族 客家人 不可能就是说他们是真人 福建 庚当 这些客家人 都是百岳民族的后代 他们是想让汉林不过去 对吧 汉林不过去 然后就说汉民族 汉党 明党 清党 这就是都去让汉民族不过去 他买国 买国 买国 白岳人家亡国后 汉林 又去让汉民族不过去 汉民族不过去 所以 整个人都在做汉民族的路 这是习近平 习近平在那两千公十四年六个悬枸的时候 他这个荧幕上头就是满文 所以代表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中国人 他们是万洲人 他们现在说的话 普通话 什么叫做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北京话 就是满洲话 要跟你说 你们都是龙的传人 这个北京话 是当年万青 通宗家务力手段强制推广的语言 张太元就北京 说 这普通话就是金达鲁语 所以 他们辩子已经去了 辩子去了 大清就亡国了 但是大清亡不代表中国亡 大清被中华民国继承 中华民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是不是很清楚 但是继承了以后 同样那一批人在掌权 所以说的话也是都普通话 下面有这个鼠典望族 鼠典望族就是这样 口吼声声都说你是汉家人 龙的传人 结果 鼠鼠行行都齐人样 怎么齐人样 女孩子要穿旗袍才会漂亮 讲话 要讲满洲话普通话 那就是齐人 你不知道 你如果又是唐人 一天到晚念唐诗 唐诗三百首 是万洲话的 万洲话 万洲话设唐诗是不押韵的 要赫鲁 挟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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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三百首才会押韵 万洲话 唐诗三百首不押韵 这哈 美国的这只牛 他这个蜜儿 这只牛是母的喔 他自小子到九大子 所以喔 他没认为他其实是这只牛喔 他拒绝吃草 他的吃草 一定要放在盆子里面他才要吃 他已经八卦了 这个蜜就咳咳咳 那只美国的母牛 我们喔 台湾人 不需要 其他人给你尬 你是豬鲁鲁鲁鲁 就变做豬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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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你懂嘛 这暖的问题 要把它拿去 我们台湾人去那帝子 太大了 我们不能变成帝子 不能剩下那这牛啊 变成狗 这这这牛又怎样叫就不变狗的声 我们不能变成帝子 民进党很爱说这句话 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 其实这都感情 我如果在台数在打工 做加油工 我也可以很大声说 台数是我台数人的台数 对不对 我如果在中游在打工 我也可以说中游是我中游人的中游 不只不代表中游是你的 对吧 你可以说你很爱中游 你很爱台数 那不代表什么 你连半张台数的股票都没有 你说你是台数是你的 对不对 很简单的杜利嘛 这个台独的台努 王显景 三千个很大声 林北是台湾人 这样他会变成台湾人 如果这样我要说我是美国人 米林北是美国人 米林北是德国人 这样更好对不对 这样不会变成台湾人 台湾人如果跟地粉 绝对没有出息 林祖母是台湾人 这样不会变成台湾人 只有这么低的 你恰龙恰风 不会变成龙 同样的意思 他们也说台湾人才爱台湾 乱乱说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爱台湾 对不对 习近平也很爱台湾 欧巴马也很爱台湾 天宏也很爱台湾 怎么可以说台湾人才爱台湾 乱乱说 我也很爱消费业 对不对 我也很爱林志玲 爱不代表什么 爱很容易讲 美国人 日本人 连其他人 都很爱台湾 这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我们叫他吉娜 吉娜不是无原因的 吉娜 现在在孙门的时候 他那时候在革命的时候 就说他们是吉娜人 说 他这去日本募款 说国家为非常之人物 大家赌到非常的机会 拜托你 把我们支持 支持我们吉娜业业 所以他那时候就自己成名 他吉娜业业业 所以他们自己就知道他们是吉娜人 其实哦 古早时代 佛教堂 都穿印度 叫中国 穿中国这有这个吉娜 为什么有这个吉娜你知道 吉娜就是肥子 老烧肥子的所在都叫做吉娜 那时候不是只有中国 他要烧肥子 连 外之那 内之那 南之那 密之那 印度之那 交扯之那 这都可以收肥子 可以收肥子的所在都叫做之那 在天津条约的时候 在元南部 天津条约放弃 印度之那 印度之那就是现在的辽国 缅甸 越南 这三个国家合起来的就是印度之那 那时候是 法蜀 所以法蜀印度之那 就是在这里 这叫做法蜀印度之那 法蜀印度之那 这很清楚 其实 这收肥子的所在都叫做之那 这是在台诵那时候的地道 女真人 达达人 匈奴人 匈奴人就是 三个人 这外之那 内之那 男之那 印度之那 还有一个交扯之那 这都是可以收肥子的所在 会收肥子的所在 以前 欧洲人不可以收肥子 所以 这些钱 都收肥子 外销欧洲 外销 欧洲 他们欧洲把这肥子动作剥肥 放在拔堂上 在看 他们动作艺术品 他不知道说这 拔肥子是要用的 古代时代很漂亮 他们欧洲人不可以收肥子 这就是法属印度之那 那时候的硬币 钱人又骗说 你买这只要买 马上有钱 他有骗吗 他也跟你说到很大声 我没有骗你 马上真的很多钱 有没有 只是股钱而已 马上很多钱 这就是钱人的文化 经过大师的加持 保证你马上有钱 所以钱人很骗 他还给你骗 他那湾青 台青一通知里里面 270厘米的顶头就死了 他说什么在台湾 台湾富足够奉富 逢富一帝没通中国 名叫做当欢 明朝天下中 为药兰人所讲 骗日本 清孙在廊年的时候 才让帝宣公讲 帝宣公也是日本人 这寫在这里有吗 台湾富足够奉富一帝没通中国 骗日本 这是在台青一通知里里面就死了 所以方队很清楚 所以不知道他把台湾 挂日本天空 原因怎么出在这里 这在 环虎口 在湾青的时候 湾住民 在荷兰博旗的时候 台湾的民客 大家有三千两百个 帝宣公辣台的时候 有扎三万七千个 八四六千 帝宣公回去的时候 有四万两千个 圈回到中国 所以在这个 东华路上 也记载 民客被赶回中国 所以台青帝国 在台湾的户口 不管是民还是欢 都是外国人 所以你回去 户口部的上头 他如果给你写一个 色 还是福 广客 那都是我们 欢 你不懂就是说你给你写 民 你就是漫兰人 福 你就是欧洲人 不是 你的户口部的上头 但是这些福 是代表你是喜欢 他要说 河路的喜欢 帝宣公的老婆 这个 帝宣公的老婆 这大家都知道 帝宣公就是海 海盗 海盗 他们叫做温寇 海盗 帝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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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生一个小弟 帝宣公的小弟 在日本生的 帝宣公也是在日本大 什么是国籍 国籍 在国际法里面 虽然是说规定属地主义 不过在东方的世界 就是属人主义 帝宣公 我说日本人是在日本 土生 土中的 所以他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 属人主义的 他是日本人 他是无国籍的 定制的用 跟日本人生的 所以他是日本人 他又是在日本大 所以 一定是日本人 下面有这属人主义 属人主义就是 中国人跟中国人生的 才会变成中国人 美国人跟美国人 如果在中国生的儿子 不会变成中国人 这点要不要了解 这是属人主义的 如果是中国人跟中国人 在美国生的 都叫做美国人 这是属地的 如果在美国的土地 在美国的旬 我们非基 生的 都是美国人 这是美国的法律規定 这是属地主义 所以 他们那些大股 大家都想到美国生子 原因就是在这里 大家都要做美国人的老婆 美国人的阿公 如果是 要做中国人就不一樣 要做中国人 你不能说 我们两个串串的 那中国生子 就变成中国人 不可以这样 他们是属地主 属人主义的 中国跟中国生的才会变中国人 丁仙公 他有一个修地 他的本名叫田川福松 他修地 田川七佐卫门 现在在日本 还有丁仙公的纪念馆 还有丁仙公的廟 所以 都跟你骗说 他是中国人 不是 丁仙公虽然是要反清复明 不过他不是中国人 这在文献会里面上下 文献会台湾通知里面 乾隆二十三年 令归父的平埔族 真法结伴 真法结伴就是 作为万九人 要结法 要结辩子 替法结辩 还要改名 改为汉名 这世姓的令一出 专业丸 在雍正八年的时候 有六十几万人立即 给他用汉名 血统 就接那钱的组破 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时候 归父的人数 又增加到九十几万 所以那时候台湾 血统大乱 怎样大乱 因为他生 他生好 他生好 他生好把你刺 刺成了 你不知道你哪个系统 那一个人 有种族的优越感 他不要跟他翻 港洲先 因为我们都翻 他不要跟港洲先 所以叫清国 要停止那个世姓的政策 所以啊 钱人家很清楚 我们台湾不是中国的土地 在马关雕妖的时候 这是清国所灌的土地而已 东北边这边啊 是还九十四岁的在通 九十四岁的领地 鼠地 所以啊 钱人家的 清国的皇帝 很不要脸 怎样不要脸 你把整个台湾 通通割给日本天皇 那就像你买家 你买这间家 结果你和隔壁的红 所以会不会去 隔壁的红不是你的人 你所以会不会去 隔壁人是隔壁 走去在政的地方 你会不会去 这样很没道理 那有这不要脸 不是你的土地 你还割给人家 海日本天皇 来台湾的时候 还 奇怪 台湾就我的土地 怎么还有这些隔壁 做的不服从我的命令 所以还要派兵 来把隔壁做的征服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不知道说 赛德克巴勒的 征服那些高砂族 什么原因 奇怪 这台湾都都挂给我 日本天皇 你们这些人 还没有服从命令 就是这个原因 今天人 英雄爱说 台湾就是 男无情女无义 所以从台湾 挂给日本天皇的原因 就是我们台湾人 无情无义 今天人英雄有情有义 但是他们没有爱 他们的爱没有心 对不对 他们的爱 也没有养我 他们现在爱是什么 叫差一点 对吧 这就是他们爱 什么叫爱 爱就是要养我 才叫做爱 他们的国 没有呢 更奇怪 以前他们要当国家 要先杀人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灭口 这是国 先杀人灭口 把整个城的人 通通杀光以后 我就成为我的国家 现在共产党更进步 他们说不用 现在要做国家 只要有一个王就好了 对吧 一个王就可以当国家了 干嘛要杀人 不用杀人 在城里面有一个王 就可以了 所以 爱 根本不要有心 爱 只要当朋友就好了 做朋友就可以做爱了 干嘛要当要有心呢 做爱不用有心 有体力就好 日本接受台湾的时候 一百九三年 那时候还在清国关 那时候 土住有两百五十四万 九接一年 一百九六年以后 九接一年那时候 还要两百五十七万 因为 增加三万 这就是那种 马关雕游 顶的所在 这封环楼 这在日本的下关 这是一间路线 自从签马关雕游了 他们叫做马关雕游 其实是下关雕游 因为雕游 全世界都同样 在哪里签的 就叫做什么雕游 下关签的叫做下关条约 你在蒙特维多签的公约叫蒙特维多公约 这封环楼 现在已经变作纪念馆了 日本 把清国人那时候 清国 雕游 一百九六年了 就中这些乞丐 路线卡 都冠在中国 因为中国 中国人来到这里 没餐 所以他们都要做习惹 也没打工的机会 我们自己都有人都正做 所以他们来这里 他们可以做习惹 做路线卡 日本人来的时候 就给他们盯上 因为你们在这里没祝福 在一百九七年的时候 他们分为 六个条件下去处理 第一个条件 你在五个岁北之前 如果没有带出台湾和平洋 还有没有地址 根据下关条约 看作台湾的机灵 就是变作我们 日本的新民 根据这个条件 第五条 你若不作我们日本新民 不可以 在那两年里面 你会刷出去 将台湾的财产 中卫不得 可以刷出去 看你要刷美国 刷英国 刷中国 都不可以 这就是马关条约 后 根据条约 将我们所有的台湾人 都变成日本人 这下关条约 有纪念 他当时 其实他的条约 叫做日清讲和条约 因为条约 都叫那些所在的名 是下关条约 下关这个都市是一个港口 小小港而已 我们中文的文化 败就是败在这里 中文 漢文 无礼物 下的方向 不固定 你可以从左边刷过来 账边刷过去 从顶头刷到来 下架刷到去 都可以 在你下 都会通 这就是中文败的所在 因为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刷 那是走过来 他才说 要从左边向右刷 那是 适合的 不然他以前是没在分 正边刷 倒边刷 中文的音和理不同 所以他都要刻记忆 同音字非常庞大 难以辨识 造成需要组织的知识 没有办法建立在中文上 所以中文的改革是必然的 鲁迅说 不会中文方块字不能救中国 中国被困在方块字里面 最大的问题就是 很坏 中文 中文就开始要抄抄斜斜 要偶照词造句 这些偶到丸 已经开在大半四人的年轻 很坏 所以 很多人 到一九十九年的时候 还八成的人 还有很多人 因为那时候要讀書 要好些人才有很多人讀 这就是既然的文化 既然的文化最后就是在这 看未去十个人 所有的十个人都是败 怎么说 跟女的在一起的都是不好的字 没有一个好字 唯一一个比较好的是 跟这个 孩子在一起是好的 那这样子也变成不好 如果女孩子只能跟孩子在一起才会好 跟男孩子在一起不好 这就不好了 对不对 三个女人在一起 会尖 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 两百几年都没有一个好的 尤其啊 女孩子要越少越妙 看这个文化有惨吗 文理其实应该是要中性 不能偏向哪一边 连语言也是 语言也应该要中性才对 女孩子最不好的 把你尬 你要驾鸡随鸡 要驾狗随狗 看你们多可能 只能驾鸡 因为你们都想鸡 想狗的嘛 所以你们只能驾鸡驾狗 对女人的情报 对太太的情报 什么朝康 酌鸡 老婆 这都是贬低的孙分 那你们老公 你们老公是在那一档里面才是你们老公 超过一档 不是你们老公 这就是贬人 所以他的文化你们要了解 他们又教你女孩子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叫你们不能出门的 都要拱在家 要把你们绑小脚 绑成三寸金莲 贬人的文理 这十一年 同音的 每一年都超过百几年 你要怎么去记 你如果跟我说 我是 王 祭 王旗 你要跟解释你是哪一道旗 是其他的旗 奇怪的旗 还是 三旗的旗 解释到一大片 所以你黏这个音 要黏一百里 你如果抹这十一里 你就要抹千多里 反正你抹多一一里 你抹玉 人就知道说你会有百多里 其实 台湾话才是好听 台湾话有八音 台湾话用这八中动物台带就八音 三好百比九九像六 你所有的台湾都会把 咬到这八音里面 台湾的 一位 那中文 中国话就不同 中国话说有五音不全对吧 是怎样有五音不全 因为他们细音 一有清音 所以叫五音不全 那我们台湾话 我们台湾八音 八个音 所以我们台湾话 在唱歌好听的元音在这里 阿香跟阿香 去香港买的香 真香 都跟着香 对吧 不过如果 芝麻有的呢 阿香和阿香去香港买的香 很真香 通通香 这就是芝麻的原因 所以他们没进步的原因 怎样在这里 在195年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音乐歌 从祈祷小米丰收歌 这就是九三祖的 那个布隆祖的音的歌 这条歌 其实是八部和音 这些他走去联合国 联合国才会音乐这些 惊一条 你说 哪有可能 因为西方的世界 都是由单音 演变成双音 再演变为和音 我们用这条歌 走去后 就有八部和音 你呢 怕一个 说这个发展不对 这个叫理论错误 这是世界上独有的和音方式 这是布隆祖的 你们如果 Google 也可以 八部和音 你把Google 在YouTube上 他就唱给你听 我真的很好听 其实我们台湾 都唱有二十八祖 我们这二十八祖 很多都已经没了 这些祖 祖名 都在这里 泰亚族 八塞 马赛 古轮 赛赛 赛德克 道卡斯 八十海 少族 巴布拉 马布拉 布隆 弘 亚族 周族 西拉雅 鲁凯族 马卡道 排湾 达 雅美 斯卡罗 北南 阿美 撒奇莱雅 泰鲁格 猴猴族 甘马兰 这些统统二十八祖 这些祖的名字 不是我唱出来的 这些以前都有的 不过 这斯卡罗已经摆进去 北南族 阿这达雾族也摆进去 亚美族 阿这猴猴族 纯几百个人而已 所以啊 很多祖都没了 这些都是我们台湾 古车祖的 币域祖的 古车祖的 这就是我们古车军 古车军当初 日本来这将兵的时候 我们的装備看多好 有没有 这还台湾的廟有看到吗 对吗 台湾的廟在练兵 所以啊 这是文明世界高杀军 最用的 所以马英雄跟你说 我把你们当能看 他说得很正确 因为他是帝 把我们当人看 这是人正确 这个是古车军 因为日本都叫我们古车军 是建型 有了 有了 我们这配党 就是我们古车军的党 现在又有 你们现在去高山族的 这支党都有 舟族的也都用这支党 台湾人用就是在这里 台湾人打贏美国六次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第一次我们打贏美国 在南甲之盟 南甲之盟 就是台湾族的 台湾族的 台湾族的 要退建书 建书你就要签条约 一个签条约 因为台湾族不是国家 所以只能签 南甲之盟 国家 这里是要签条约 签了南甲之盟以后 鵝兰鼻 那个灯塔 这里可以起来 鵝兰鼻灯塔 就是因为南甲之盟才起来 你们Google一下南甲之盟就知道 所以我们的台湾族有用吗 有的时候打贏 181的海军六战队 第二次打贏 就是那时候日本向美国选拳 选拳的头一天 就去打珍珠港 去打珍珠港的时候 就是用我们神风特攻队 神风特攻队 我们台湾兵有了 还有第三次就是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 同一天 我们高砂族的空军 去打克拉克空军基地 从于克拉克空军基地 见面 所以他当麦克阿瑟将军 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时候 问他的薄花 他说这些飞机从哪里 他的薄花 带到一个并权 圆规一个围露 就像台湾兵有了 那时候我们台湾的空军 为小港机场 那是屏东机场 去打克拉克空军基地 把他空军见面 在韩战的时候 韩战 和我们台湾什么关系 其实本来是没关系 不过 我们一些国民党军 投降共产党后 都总有百几万 这百几万军 毛泽东说 这些人要怎么处理 这就是台湾族 在南甲之盟的时候 那一百八十一个海军陆战队 跟排湾族作战的画图 他们这画图有画的 这排湾族 他们每出事的时候 他的老板 就为他的儿子准备一支刀 所以这支刀是很重要的 对高沙族来到很重要的 这高沙排湾族的战事 他们 头戴雄鹰的羽毛 身上穿的是云豹的皮 当背心 这个是人的头发 每一次出草 把那个人头的头发 当成装饰品 所以排湾族 我们高沙族是很用的 专门在出草的 没想到真的人专门在建树 专门在走的 这就是鹅兰比灯塔 我们一只梦 规定说 你排湾族要 抹一堆让我们去灯塔 这是 珍珠港 一早就叫我们打到冬塔塞外 这就是神风特攻队的网 我们台湾的神风特攻队的网 他的名字是刘志宏 日本名字是全川正宏 这就是科拉克空军基地 那时候 灯两支给我们 高沙族打一个冬塔塞外 地图一个围 你看 像是台湾打一个围 反正的时候 就是 用人海战术 美国 他 开穿 打到手 因为他的机关穿 打下去 人只只有四 美国感觉 这样像在台人而已 没什么意思 这个人海战术是毛泽东用的战术 这些人海为何来 就是国民党代行毛泽东那的人 韩战节爆发 中共许多高层人物表示 不用出兵 为什么 我们打了那么多的仗了 那么久的仗 不能再打了 已经国平民穷了 毛泽东说 投降共产党这些国民党军队 多达一百多万 这些人造反要怎样 刚才好 韩战爆发 像这些人都送去那里做炮灰 所以就用人海战术 所以美国说 不要再抬了 划38度线 第五次 第五次 夜战 夜战跟我们台湾人怎么有关系 夜战美国人也打书 不过 胡志明是我们台湾人 这你们可能不知道 胡志明你把它Google 你把它打胡吉章 他的图片 他就造出来了 胡吉章这个人 他说是我们台湾人 胡志明他说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与其要吃中国人的死 不如闻法国人的屁 所以那时候 吉纳 麦克阿瑟将军第一号命令的时候 也派吉纳 派卢汉将军去 越南 原来要接收 因为 卢汉去接收的时候 原来是 他挖挡手 叫他们所有的金子 都会带来给他 所以 胡志明 就说拜托法国人把吉纳人冠出去 冠出去我们让你们法国冠 我们不要让吉纳人冠 这个胡志明 他是共産党 他是我们台湾人的共産党 所以越南很用 越南是在这个世纪以来 治疗法国 治疗日本 打败美国以外 唯一的一个国家 所以外南没有很用 这个就是胡志明 胡志明这个就是胡吉章 胡吉章 他有一个 他的特色 他的特征 在这的行李有没有 是不是共産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胡吉章 胡吉章 他是去给日本人派去 外南做欢义 做欢义官 做欢义官的时候 去 守五受粉 守共産党的信 所以回来台湾后 他是共産党员 共産党员后 他要去外南的时候 将他所有的资料都毁掉 他要去外南的 他要去外南 他要去外南的 他要去外南的 其实当时桑五是被冤这个人 被冤这个人要接 接那个 那个 他在他的书记 艳南的党书记 想不到这个人最叫破冰死 破冰死以后 全切到胡吉章和他身上很相似 不过胡吉章少年他十一年 胡吉章就全代替他的胃 他叫阮爱国 从这开始 第六次我们建议美国 就是我们的秘书庄 还有美国 还有美国之后 我们打赢这个冠死 美国的国典欢迎 他就判说我们台湾 有六点判冠 他说我们台湾人没国籍 这在 二空空两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美国开始 上述到高等法院 在二千空空九年的时候 破决第一点 他说六十几年以来 我们台湾人没自己的国籍 第二点他说我们台湾人 没国籍成立的政府 第三点说我们台湾人 还生大在政治的联络中 第四点他成立台湾 还在美国的联络中 第五点他说要求 这个行政单位 要帮战 我们这些人去照顾这些人 达成我们的诉求 什么诉求 要恢复国籍 要成立自己的政府 要脱离政治炼狱 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我们都知道 日本人他们是没在说别人的民族 美国人也同样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先进的国家 都没人在说别人的 他们都很诚实 这我们都了解 很多人才是不诚实的民族 所以他们的历史都在哪里 日本的建政室里面 他们是没在屠杀人民的 他们在战争是无数在战争的 对吗 屠杀人民那是侄赖的文化 所以他们跟我们说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去到南京没在屠杀人民的 这是侄赖的文化 侄赖的文化 每政角度位就屠杀 南京生台 台湾那个生才会变我的 这就是侄赖的文化 他们搞一个生就生台 你若没我台 你就要孙我 他们怎么台 最中的老人用的大坡人 台湾 如果比较烈的老的 把他们装做 所以 他们都要求你们要做这个 祝福好头年转 要用油高贵高低 只为了你们不能做的 就做这个流 因为你们是欠收 所以我们了解 欠收 借责名是没有多少钱 所以这些人没什么借责 这些人在台人 史达林这台四千几万而已 某杰东台三千几万 斯塔勒这台两千几万而已 这都记录了 某杰东台三千几万 这都记录了 某杰东台三千几万 那时候有条要做到日军前进 把花岩口的那个黄河提防给炸了 炸了这个花岩口提防 做到日军 日本军才四千几万 结果中国人死多少 中国人死八十几万 每十几万没大家记录了 几个年都汗灾 年车几个年 没饭吃 这都google一下查就有了 现在我们手机都市集的很方便 google一下很方便 炸完了 马上就汗灾 水汗黄汤灾 这个汤不是煮汤泛滥成灾 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汤恩伯 顺着又去那边唱 我怎么可能 我真的人 所以喔 电队真的人在帮战日本兵 所以日本兵打到哪里都胜利 就是这个原因 日本兵 是没战俗呢 沿路都战役 到后来是输在哪里 输在两颗原子弹 那不 现在很多人已经在叫日本天皇 叫什么 叫日本天皇太祖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如果战俗就叫人太祖 对万岛 对万岛 成吉斯 他叫原太祖 野孙 夫比列 叫做什么 原始祖 哇 清国呢 清国呢 如果他是 禁中国了 叫他清太祖 哇 这历数一个差点 对万岛 所以吉纳 因为历数 你要战俗 他 你不能探到他 将来 没有做什么清朝 他叫做 台清帝国 将来也没有做什么明朝 也叫做 台明国 万岛 台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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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做 当岛 所以他把你教不到的 你都就是说 这样才是政策的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说到这 如果有幸福的 你们都可以回去看我们以前的影评 知道吗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 谢谢 谢谢 那各位同学们 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 下课休息十分钟